夏天到了你有跑到一半覺得很熱 但是喝水又覺得喝到 就是沒有冰的水很不舒服嗎 是不是以前有聽過老一輩的常講說 運動的時候盡量不要喝冰水 原因是因為喝冰水會痠痛 這是真的嗎 其實近年來在一些運動醫學研究當中 喝冰水在運動當中其實是可以有效降低你的核心溫度 那降低核心溫度之後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你的身體表現其實是有加分的反應喔 所以其實不是在運動當中不能喝冰水 而是要看情況 那當然中醫或者是一些老一輩的人可能會說 喝冰水對身體會什麼氣管縮起來不太好 但其實運動研究表示 在你在運動當中身體核心溫度很高的時候 喝冰水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核心溫度 這個時候可以延長你的運動表現出來的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不要再糾結說 運動中到底可不可以喝冰水 跟你講就喝吧 這麼熱的天氣不喝冰水 太痛苦了吧 當然運動飲料也可以喝冰的 因為對於你在運動當中的表現會更有幫助喔 喔對啦 那如果跑步當中喝冰水可以接受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不要再跑得很喘的當下就喝水 你可能會 咳咳咳 這樣就是不太好 但你喘完之後 調整呼吸再喝水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好啦 所以記得運動中很熱的時候要補水 那可以補充18度左右的冰涼的水是更好的選擇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分享的內容 那記得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趕快按下訂閱和小鈴鐺 才不會漏接我們接下來的教學節目喔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再見 obli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